据环球网6月9日报道 日本外务省日前发布了一份 其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会业务评估报告 其中有一份受邀赴日参观考察的学者名单 截至2016年 一共有144人受邀到访日本 并获得了日方的资助 中国网友发现 多名国内社交媒体大V榜上有名 他们在社会舆论及媒体界都有较强的影响力 其中部分人每月的资助金额可达2万元 此份名单已经公开 引起国内网友一片愤慨 许多人认为参与该项目的中方人员 是在为日本做宣传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万文斌 在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国与国之间以各种形式 开展人员互访交流的做法 在国际关系实践当中普遍存在 万文斌指出 中日互为重要的近邻 两国人员往来十分密切 中日邦交正常话以来的 近半个世纪里 双方由政府支持推动的人员 交流不胜没据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双方今年还确立了 5年安排两国3万名青少年 双向互访的交流计划 两国政府支持的青少年学生 双向研学旅行活动 也在规划筹备之中 将在疫情结束后陆续付出实施 我们希望通过中日间 持续健康稳定的人员交流 实现增进理解 建立信任深化友谊的目标